就是你們如果去吃宵夜啊 吃那個路邊炭的時候 可能會點了一個飲料 叫什麼你知道 巴黎美 所以希望你們以後每當點這個飲料喝的時候 就想起我這個角色囉 會不會喝了很多啊 拍電影的時候 會不會喝了很多巴黎美 我喝到那個肚子大到 好像懷孕三個月了 因為我一直Ready 就一直喝 一直喝 然後OK 然後Action 就一直喝 喝到一直跑廁所 然後 後來就 怎麼講 就好像有水腫消退很多 因為他可以排水腫 也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所以接下來一年應該不會喝巴黎美 對 換另外一種口味 而其實說 剛在電影裡頭 這些歌手們 有些是第一次擔任演員 有些當然像新潔一樣 非常有豐富的演習經驗 要問一問我們的導演阿牛 當初的是寫好劇本之後 就是怎麼分配這個Dreamer的呢 我沒有分配角色啦 就是基本上我都 我其實劇本是寫不下去的 因為我第一個開始找的是 跟新潔來演 而演了之後 唯貴的從頭到尾就是 我跟新潔兩個人演的 那我寫到一半的時候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呢 我想到我身邊有一半朋友 就是身邊這半阿 那 反正是找了他們之後 我的劇本來寫得完 因為他們 劇本的特色都很強 嗯 OK Loyan的問題想問導演 我特別對這個戲中的一幕戲 很有印象 就是你跟新潔長大了之後 然後呢 躺在那個橋上 對不對 然後我對的另一幕戲 很有這個印象 因為很有美感 就看到一隻這個 算是Dragonfly 蜻蜓 蜻蜓在水上有沒有 然後人就這樣拍下來 真的很漂亮 是自己選的嗎 原來蜻蜓是剛好 蜻蜓是剛好 蜻蜓是剛好那個 不是我們用錢請他來的 哈哈哈哈 是他剛好經過的時候 被攝影師發現拍下的 對 蜻蜓不是故意過去的 因為他沒有領任何的酬勞 對 所以就很意外地拍下 這麼美感 對 他剛好是攝影師 我們拍完了 他看到很漂亮 然後是手幫我們拍下來的 嗯 是 然後當然其實在電影裡頭 畫面漂亮 有一些出現的一些 嗯 意外的清晰也很漂亮 當然女主角也要很漂亮 對不對 聽說就是阿牛跟 我們的心結 之前已經是認識了很多年了 然後其實 在電影當中 有這樣子的一幕戲 接吻戲 是阿牛特別安排的嗎 哈哈哈哈 有時候創作會走到一個 你沒有辦法控制的地方 真的喔 聽說劇本寫寫寫寫 你不得不寫一個吻戲 要不然會 會整個戲不連接起來 喔所以寫那個吻戲是被逼的 有一點形象的感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也是想到他無奈啊 哈哈 那他心結呢 知道說有跟阿牛的這一場吻戲的時候 同樣跟他一樣覺得很無奈嗎 呃 其實我是看整個整體的劇本啊 然後 吻戲啊 就是覺得 沒有 因為想到要跟阿牛拍吻戲的時候 我才發現我當演員那麼多年 原來跟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 演這種戲的時候 我真的很高 所以你在拍攝之前的那個感覺怎麼樣 有特別說 要去想要怎麼處理自己情緒 還是當下其實沒有想很多 有 我要把自己灌得很醉 哈哈哈哈 原來你還是在喝醉酒的情況之下 小吻啊 沒有 因為其實我在那幕戲的時候 本來就是說我喝醉了 所以呢 我在 我在半天買了一瓶酒 紅酒 就打開一瓶紅酒 就一路喝喝到現場 所以當我拍到那場戲的時候 我問他說其實我已經醉到 我也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樣 所以